第1個字體 這個題目我們要使用立方公式 來畫減這個式子 上面這個式子我們把它抄下來 3的立方根 再加上2的立方根 然後乘上這個9的立方根 再減掉 6的立方根 再加上呢 這個4的立方根 那這個格式呢 其實呢 就是上面這個格式 那我們稍微把它整理一下 就是呢 我們現在呢 是把前面這邊 這個3的立方根呢 看成是公式的A 那這個2的立方根呢 看成是公式的B 那這邊這個9 9是3平方 那你可以把那個3的平方 那個平方呢 放在這個外面 我們把它刮好起來 也就是說呢 這個3的立方根 它的平方 就是3的立方根 乘以3的立方根 那兩個立方根相乘呢 你可以把它呢 3跟3乘在一起 變成9 也就是說把這個根號 連在一起了 把這立方根連在一起 所以這個 9開立方根呢 你可以把它處理成呢 3開立方根 然後再平方 那中間這裡呢 我們把那個6 把它拆成呢 3跟2 這個6 你可以把它處理成呢 3乘以2 所以6開立方根 所以6開立方根就是3乘以2開立方根 那3乘以2開立方根呢 就是3的立方根 再乘以2的立方根 所以這邊呢 我們可以把這個6的立方根寫成3的立方根 乘以2的立方根 2的立方根 那後面這裡呢 一樣的道理 就是呢 我們把這個4看成是2平方 2乘以2 所以呢 你可以把它寫成呢 2的立方根 然後再把它平方 好 所以如果你能夠把後面這個4值喔 看成像這個格式的話喔 那麼 我們把這個公式喔 寫在這一串底下喔 就是說現在 A喔 它是3的立方根 B是2的立方根喔 那這樣後面這個括號這邊呢 3的立方根就是A喔 所以這邊就是A平方 那這個就是A喔 那B就是2的立方根喔 好 那後面這裡呢 這是B B喔 2的立方根 把它平方喔 把它平方 所以這邊我們就得到呢 這個紅色的喔 按照上面這個公式喔 立方公式 它就應該得到呢 A3次喔 再加上呢 B3次喔 那這個題目呢 好 它完全滿足這個格式喔 所以 A呢 你就可以把它換成呢 3的立方根喔 再把它3次方喔 那這個B呢 就是2的立方根喔 好 再把它3次方喔 那立方根在3次喔 它就還原變成3了喔 那2的立方根呢 在3次方 它就是2了喔 好同學什麼叫做3次方啊 3次方呢 就是3個相乘喔 好 3次方根就是3 3次 3次方就是3個乘在一起喔 我們這邊把它寫一下喔 好 3 3次方就是 3個相同的喔 相乘在一起 那3個相同乘在一起呢 它就還原變成3喔 好 所謂立方根喔 就是把3 拆成3個完全一樣的數字喔 那這3個完全一樣的數字呢 乘起來之後呢 要等於原來的這個3喔 好 所以 這個3的立方根 你再把它3次方 它就還原變3喔 2的立方根 在3次方 它就還原變2喔 好 所以這一題呢 最後答案就變成5喔 好